即时新闻综合报道,2018大选即将到来,聚传国民党高层点名蒋万安参选北市,蒋万安也多次在侦询过程中被高层讨论。 对此,国民党主席吴敦毅仅表示,每一位有表达意愿或被民众认为很适合的人选都不会漏掉。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吴敦毅今天上午出席第21届全国松博奖颁奖典礼被问到此事时,吴敦毅表示蒋万安已经高票当选单一选去立委,上了很大的拍面,而目前提名规划作业正在进行。 有很多名字浮现在电视与广播中,从口被报名掉,加上个人意愿都会综合评价。 他强调,我们不会漏掉,我们会留意。 而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李燕秀也被外界猜测可能投入台北市长选举。 李燕秀受访时指出,蒋万安是个非常适当的人选,相信他的能力绝对足够。 而三年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以素人姿态,加上年轻人支持参选台北市长并带动民进党的选情,让绿莹在台北市议员席次挥出全雷打。 针对国民党明年如何提名?李燕秀认为应做更完整的思考,先决定战略目标后再定出选机制,相信无论谁出现,抬教,做教的都会全力以赴。